在2015-2016赛季打出生涯代表作之后,肯霸沃克向人们证明了那并非昙花一现。 接下来的两个赛季,沃克的真实正负值一直都在进步,水平稳定在空外前时, 但球队连续两个赛季都只有36胜,即便考虑黄蜂连续两年预期胜场数和实际的差值都是第二高的情况, 修正后40场左右的表现也仅仅是季后赛边缘,除了在星光暗淡的东吴拿到全明星的入场券, 沃克并没有提供给人们过多的谈资,外界风评和个人实力不成正比,这时候数据的价值便体现出来, 只要你在球场上做出贡献,数据就能给予你相对客观的评价。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沃克上赛季的情况,相比于生牙线四年, 过去三个赛季沃克保持了非常高的出勤率,平均出场80场, 上赛季上场2736分钟也列全联盟第十一,同时也保质保量,上赛季他的回合占有率27.4%, 真实命中率57.2%,沃克在同位置终极有护理, 偶尔,莉拉的三人能在产量和效率上均高于他, 17-18赛季PS vs USG,沃克的体型偏小, 并不擅长突破到篮下终结, 上赛季打部分时间要和没有射程的霍华德搭档, 对内又有MKG这样的球员, 他的篮下出手比例和命中率都处在同位置的中下游,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得分效率, 主要是靠三分线外的表现来弥补, 上赛季沃克,有44.1%的出手来自三分线, 命中率能够达到38.4%, 同位置中,每36分钟三分出手和命中率都超过沃克的只有洛瑞和库里, 更难门可贵的是,沃克连续三年都在持球投三分这一下上有明显进步, 从15-16赛季的268次出手31.7%的命中率到上赛季373次出手, 37.8%的命中率,要知道上赛季全联盟已只有5位球员, 持球三分出手超过了300次, 他的持球三分威胁已经到达了联盟顶级水平, 另外,上赛季沃克30.8%的造法球力为生涯第二好, 在同位置也能处在前列,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得分效率, 整个职业生涯中,打拆持球,定点和快攻, 都是沃克的主要三种进攻方式, 上赛季这三项占据了他接近八成的进攻回合, 尤其是打拆一项达到了50%以上, 不过他定点接球秃投的效率很高, 因此也具备很好的无球威胁, 能做到有无球坚固,沃克进攻方式拆解, 色化越大战比越高, 越红效率越高其实早在两年之前, 沃克已经成为联盟中的挡拆大杀器, 2015-16赛季,沃克打了789个挡拆持球回合, 仅次于雷吉杰克逊和利拉德, 每回合0.89分胜过联盟80.7%的球员, 但最可贵的是,他能够在这种进攻方式上日针进步, 上赛季,沃克在860个挡拆回合中, 每回合得分已经达到1.03分, 胜过联盟92%的球员, 是仅次于一阵空卫利拉德的板差持球手第二人,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沃克的持球投三分的能力, 已经处于联盟顶级行列, 正让他在挡拆进攻中的威胁大增, 仅有13%的回合, 对手会在防守沃克的挡拆时采用绕防的策略, 大部分对手都会忌惮他的头篮, 而选择几过掩护人, 在现在的联盟局势下, 挡拆行后卫能有一手让对手忌惮的持球, 投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会极大的压缩对手在指定防守策略时的选择空间, 以期的一把赛季挡拆时球员效率分布转换进攻方面, 沃克上赛季提高了他的快攻凭, 从去年11%的回合占比提升到了16.1%, 每回合得分也超过了55%的球员, 黄蜂的主教练克利福德的防守策略, 一贯强调成员收缩, 保护后场篮板, 后场篮板率连续五年, 保持在联盟前三, 但防守抓较保守的策略, 引着黄蜂连续多年倒是木帅还在联盟倒数, 因此黄蜂往往很难打出快攻, 上赛季快攻频率, 比起前一个赛季虽又明显提高, 但整体仍在联盟倒数第五, 在这样的环境下沃克上三季, 场军3.8次快攻得分, 空位中仅次于微少, 沃尔和库利三人的成绩就显得较为难门可贵了, 相对前面两项, 沃克的定点频率要低一些, 只占他进攻回合的11.3%, 不过接近40%的稳定三分表现, 让沃克的定点内回合的分, 一直处在很高的水平, 上赛季出现小幅下滑, 不过也只是从联盟前5%下滑, 到15%而已, 依然非常高效, 这里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沃克在无人防守下的接球投表现, 出现了一些波动, 2016-17赛季, 沃克无人防守下的接球投的有效命中率, 是惊人的76.5%, 超过96%的球员, 但上赛季, 这一项的有效命中率, 为55.4%, 处于联盟平均水平, 当然, 这种无人防守下的接球投命中率波动, 通常都不是球员能力, 或者对手不防的原因, 仅仅是一些正常的起伏, 沃克在个人得分方面, 完全称得上是高傻高效, 对球队进攻的整体影响力, 也是显而易见, 上赛季当他在场时, 球队百回合得分为109.7%, 而一旦他下场, 球队百回合只能得到100.8分, 这已经是联盟第六和联盟第30的差距了, 沃克百回合正复分达到了11.3, 足以在有足够上场时间的球员李派进前时, 有一些评论会批评沃克作为空内的助攻帅, 始终处在很平庸的水平, 以此质疑他顶级空内的资质, 事实上一只球队助攻多少往往并不能和进攻强弱挂钩, 他往往只是一种进攻风格的体现, 以上赛季为利百回合得分前10的球队里, 火箭、雷霆、森林郎、 其实快船都是助攻率排名20位以后的球队, 克里夫的智下的黄蜂在进攻风格上也是一保守著称, 他们非常强调失误控制, 会限制球员去追求一些高风险的助攻, 毕竟是, 物控制对进攻整体的影响率高达35%, 黄蜂过去五个赛季中, 曾经连续四个赛季失误控制, 位列联盟第一, 仅在上赛季下滑到第三, 黄蜂这样的表现不得不说, 主控沃克要去手工, 他连续四年失误率低于10%, 生涯七年中除新秀赛季以外失误控制, 始终排在空位前五左右, 过去几年, 沃克在场石球队的失误率都会显著降低, 曾福也一直处在联盟前列, 不过上赛季他在场石黄蜂的失误率反而提高了0.1%, 这主要是因为他上场的2700多分钟里, 有2000分钟左右失误率联盟前10%的霍华德也在场上, 霍华德在过去多个球队的履历都表明他在场石球队的失误率会显著提升, 增幅超过联盟98%的球员, 这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连续四年失误控制联盟第一的黄蜂, 上赛季会吓滑了, 到这里或许会有人产生疑问了, 既然沃克挡拆, 墙头是好控球稳, 而挡拆又是目前联盟里被证明最简单有效的进攻方式之一, 为什么黄蜂看起来还那么挣扎呢? 是不是沃克挡拆后分球能力还是不够当次? 实际上, 沃克打挡拆后有46%的回合是选择传球给队友的, 而大部分在外围接球的队友都给了沃克足够的回报, 他们接沃克挡拆后的定点每回合, 可以得1.05分, 高于联盟61%的球员, 基本处于中上有水平, 真正糟糕的是挡拆后掩护人接球的效率, 处于联盟后31%好球队的内线球员中, 挡拆接球每回合得分, 没有1人超过联盟平均线, 以霍华德为例, 他的挡拆掩护质量本身不高, 虽然拆出后顺下的终极成功率, 还能维持在中上水平, 但霍华德还有4分之1的回合会选择外拆, 是的, 没错, 霍华德会选择向外拆出, 然后以不足30%的命中率在中距离接球跳投, 卡宁斯基虽然能够外拆, 投篮水平也不错, 但他毫无顺下终结的能力, 马文场均挡拆接球不到一次, 影响太小, 另外泽勒上赛季, 英商只打了33场比赛, 虽然他掩护积极, 但在个人中间能力方面事实实极的差, 不知道了有多少球迷还记得上赛季, 泽勒在篮下连续送了波尔金集次次次人头的画面, 这种条件下, 黄文即便拥有沃克这样的联盟最顶级等拆手, 打拆机球得分圈连绵的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以提到一包赛季打拆掩护人效率分布, 沃克在进攻端并非没有缺陷, 他体型不足, 篮下冲击力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上限, 中距离出手上, 大部分都是在挡拆后的跳投, 虽然这样的做法, 有助于优化投篮分布提高效率, 但也意味着如果需要沃克更大幅度的提升回合战友率, 他维持效率的能力就存在疑问了, 沃克过去几年在面框单挑上的成绩并不理想, 往往是他所有进攻方式中, 唯一低于联盟平均水平的, 目前也无法推测如果他有更好的挡拆搭档, 可以更有效的进行, 错位单挑, 球队空间支持也更好的话, 是否有能力提升这一项的表现, 不过总的说来, 沃克在进攻端影响力巨大, ESPN的RPM认为他的进攻真实正负, 直排在全联盟第六, 甚至高于杜兰特, 威少这样的大杀器, 也明显高于单挑无敌大王, 更是远远甩开他的撞脸胸的沃尔, 相对进攻端, 沃克在防守端亮点不多, 他受制于体型, 比起洛瑞, 保罗这样的强壮型来个控位有明显差距, 黄蜂防守的防守策略, 也让他在防守端侵略性不足, 想断率处在同位置下游, 在防守端无法避免会成为对手针对的对象, 不过他的防守意识并不差, 很少犯错, 在控制半规上, 一直是同位置顶尖水平, 能有效的在预斜防, 他在场时对手的有效命中率, 和防守次数都明显的减少, 并不是那种需要队友擦屁股的防守者, 结合过去几年的履历, 沃克的防守正是正负值处在控卖中有水平, 并不算出色, 但也不至于拖后腿, 如果从RPM的角度来看, 沃克综合攻防两端, 是东部仅次于洛瑞的第二控卖, 至少, 他也是东区前半空位的稳定人选, 即将进入生涯第八季, 沃克能否在个人水平上, 再进一步,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但如果球队的战绩再无起色, 这位采访时表示, 我愿意中落下洛特, 的后卫可能也会在明年夏天合同到期, 之后进入自由市场试水, 相信无论球迷是否能意识到沃克的能力, 他的价值都会从下一份合同中得以体现。